要讓香港市民可以安全、穩妥、有序地去接種這個新冠疫苗 就涉及起碼以下三大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在全球供應很緊張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可以採購到足夠的疫苗給市民用 第二,就是在香港怎樣可以為緊急使用這個疫苗 是提供科學引證和法律的基礎 第三,是籌備我們將會按照優先群組次序 去推行一個非常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劃 在採購方面,參考了衛生署聯合科學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是需要採購至少兩個不同的技術平台 和至少兩個不同的藥廠的疫苗 我今天很高興,我們亦跟第三間 亞斯利康即是Astra Senegal達成了協議 採購它和牛津大學共同研發 亦使用這種不可複製性的病毒載體技術的疫苗 區政府現在已經成功採購到來自三個不同的技術平台 三間製藥廠一共是2,250萬劑疫苗 這三種疫苗都是需要每次打兩針的 所以2,250萬劑已經足夠全港人口用 不過為了審慎起見,我們會按原先的計劃去尋找第四款的疫苗 亦都是750萬的劑量 希望最終做到本港人口的兩倍,有足夠的疫苗可以使用 這是採購方面的進展 第二方面是批准這些採購到的疫苗在香港的使用 行政會議在今天就是訂立了一個新的規例 是叫做預防及控制疾病使用疫苗規例第599K章 在目前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提供一個法律的框架 引入一些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的新冠疫苗作緊急之用 顧名思義,因為緊急之用就難以可以平時地用那套註冊的制度進行 規例的生效期才是12個月 也就是說到明年的12月23日 簡單來說,這個規例是付權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可以根據一款新冠疫苗的客觀醫學數據 包括它的第三期臨床的研究數據 參考一個顧問專家委員會的專業意見 以及參照一個香港以外的藥物規管機構 已經核准了那一款疫苗的使用 包括在當地的緊急使用的情況 實際上食衛局局長就可以批准這款新冠疫苗 在香港在緊急的情況之下作指名的用途 而這個指名用途基本上可以說 是指由政府推行的疫苗的接種計劃 成立一個顧問專家委員會來提供專業意見 是法例上的要求,是寫了在條規例裏面的 亦都是由行政長官委任 我很高興,我今天已經委任了委員會的成員 委員會的召集人是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香港Academy of Medicine的前任主席 劉澤昇教授 還有另外的11位成員 他們都是在公共衛生、傳染病學、免疫學 藥物監控和臨床醫療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其中亦都是包括一直以來 是擔任政府防控工作的4位專家 。 前度的3位 都繼續在同時 神打忍